那因为我们住相 就要了解 心就有烦恼 心一离相了 烦恼就消失了 所以只要有人骂我们 我们住相 住在他骂的那个内容里面 绝对生气 生不生气 假如说有人骂我 你真的是猪 那我们就想 猪就在那四肩在头肩 在那个猪色 很脏的 生不生气 都不生气 哦 修养真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相是假的 虚烦 不实在 不要住 我们离相了 离开形象 就可以回到本性 那回到本性 就回到本位了 都是活的 一切都是活的 No